戴著董立穿雨衣 緩緩推著推車 拾荒老婦人天黑了還沒休息 突然一輛白車高速向前 像是沒看到人一樣 直直衝撞老婦人 倒地後還將人撵了過去 趙氏後竟然沒下車 繼續往前開 連警方火氣都衝上來 趙氏的陽性駕駛被警方逮到 還敢辯解 說沒看到人 但13號凌晨 他在和平西路上撞倒人 老婦人卡在車底 他一路繼續開 拖行650公尺 老婦人的遺體才和車體分離 而他一路開到滑江橋 緊張 自撞護欄 被警方逮到 撞到人為什麼不停車 拖了這麼遠都沒感覺嗎 68歲陽性駕駛 凌晨外出要找朋友 營酒 酒測值是零 你那時候為什麼沒有停下來 因為陳情山 陳情山就 從右邊 轉過去 到殯儀館相宴 整個人貪軟跪地 他過去千科累累 這次被依照照式逃逸 致死罪送辦 陽性駕駛人 稱細陰下雨 天色不佳 事件不良 沒有看到你 而被撞死的李姓婦人 靠回收維生 家屬低調進行相宴 再看一次金銜場面 駕駛撞人 沒下車救人 竟還狠心脫行 想落跑 就算再多盜竊 也換不回寶貴神秘 記者網站網站 台北採訪報導